英文叫Pulley 或者Block 鱷鱷在船上用来上落货 搜索一杠木鱷鱷 讲求精准计算 由打铁鱼打铁 我们用木来陷入 比较要计算 准程度要很高 因为有一条竹穿过两个孔 和饼的孔 如果你对得不正便会叫 一叫便要重新做过 这个尺寸最大的鱷鱷有10磅厂 拿上手真的挺重的 在50年代生意最好的时候 一天会接到十几张订单 不过一天只做到一个 所以等十几天才能收货 这些手术的木鱷鱷 现在只能在市场上找到 这家店一百年之前在油麻地开业 见证油麻地的变迁和船运业的发展 他是河国Bill Lewis 第四代传人 小小就跟爸爸学木工 我吃巿吃大的 当时九龙有两间 这些叫做Law商店 全部都在油麻地 一间就是九季 一间是市场 就是我们的 我们当时的店铺 是新田地价206号 东主是河掌即是外赢 油麻地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很好的渔船平白地方 所以上岸一定要买一些补给品 所以有很多这些 和船上有关的店铺 就在新田地街附近出现了 听我爸爸说 战后到1970年代的 栗窿店铺有十几间 只是说九龙 但是到1970年代之后 就开始没落了 越来越少了 到最后 就只剩下我们一间 全港口 随着木船被货贵船取代 木栗窿需求减少 这间店铺转做其他的木製品 例如木彩和蓝尖等等继续生存 而Louis的子女自有发展 不会接手这间店铺 邦宁老字号 将会在Louis一代终结 我这份手艺 都是暂时由我这里 做有一天 身体是支持不到的话 都是帮不了 继续继续做下去 当是保住这个 百年老店的金七招牌 感谢大家 je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